我今年72岁,是一位独居的退休女教师 丧尸爆发的那一天,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漠视 活下来的概率也接近于零 因为,我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也就是常说的老年痴呆 我住在一个破旧的老小区,六层顶楼,楼梯房 那天,当我早上睡醒的时候 花了好一会儿才让意识回到这局一天天衰老的身体里 我条件反射式地拿起了床头柜上的金属活跃笔记本 翻开一看,松了口气 上面清晰地列出了我今天要做的20多件事情 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 只知道,我的脑子越来越迟钝 前一天的事情,第二天就糊涂了 这个笔记本就是我全购的生活 我会撕下当天那一页的纸条 按照顺序,每做完一件事都会用铅笔划掉 比如今天,11月8日 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 大门锁紧,窗帘全部拉上,不要打开 冰箱里有菜,中午微波炉热一下 按时吃药,记得看药盒上写的时间和例数 茶叶在客厅的茶几抽屉里面少放一点 一天只能喝一杯,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天的纸条不让我出门 还要锁门,拉窗帘 我只是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他还让我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小 于是,当我下午喝了几口寡淡的红茶 在电视机的嗡嗡声中打短的时候 突然听到小区里居委会的喇叭 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 还有各种碰撞的杂音 我有点害怕,先开窗帘的一脚往下看 小区里已经是乱哄哄的了 电动车的警报声,孩子的尖叫,狗沸声 窗台上的鸽子疯狂扑腾翅膀 浑身是血的男女在路上狂奔 原来纸条上说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要乱了 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着 怪物的嘶吼声一直回荡在我耳边 一夜之间,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丧命 大概半夜12点的时候 整个小区的店都停了 我从卧室的窗户往西边望去 似乎整个城市都陷入了黑暗 只剩下车灯的光柱在晃动 有的地方燃起了熊熊大火 第二天醒来,昨天的记忆已经有点混乱 唯独那些怪物猙獰 虚弱模糊的样子 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急忙去看11月9日的小纸条 依然是那些叮嘱 不要出门,不要拉开窗帘 节约粮食,按时吃药 昨天的剩菜剩饭还有一些 我准备做饭 却发现燃气灶也打不着火了 没有电,没有火 水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怎么办呢 下午一点 楼下受破烂的老陆会送煤气罐过来 煤气灶在厨房柜子里 在小纸条里,我发现了这条提示 可是,老陆是谁 小区里好像是有一个说破烂的老头 但是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 关键是,他为什么会给我送煤气罐呢 纸条上为什么会知道他要过来 这些问题,我全都想不明白 所幸,我也不想了 我把小板凳搬到大门旁边 坐在那儿等老陆 下午一点,我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 我赶忙起身 从包眼里往外瞅了瞅 看到走廊里有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头 他竟然真的扛来了一个脏兮兮的煤气罐 但是,他的大衣上沾了不少血迹 我躲在门后面 连大气都不敢出 更别说给他开门了 老头见敲门没反应 等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就下楼去了 他转身的那一刻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他的背后斜块比一把大刀 那刀磨得正亮 等老头消失 我又等了一会儿 确认安全之后 这才急忙开门 把小煤气罐给搬了回来 根据纸条上的提示 我在厨房柜子里找到了那种老实的煤气罩 即使我脑袋不太灵光了 但生活的经验还在 用软管接上阀门接口 总算打着了火 把饭菜都热了 吃饱饭 我戴上眼镜 开始看起了那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 每一页都标记了日期 从11月8日开始算起 一直到2月15日人宵节 一共100天 里面密密麻麻地备注了 我每一天要完成的任务 里面的内容太多了 看完我也记不清 最重要的意思就是 不能外出 紧闭门窗 不要发出任何响声 节约水和食物 定量供给 每天都要吃药 坚持到第100天 最让我惊讶的是 我的房子里居然 囤了非常多的物资 打开自卧的门 里面堆满了矿泉水 好几袋大米和面粉 尝了牛奶 还有好多香方便面 干拌饭这种素食 厨房里 油盐酱醋 料酒 蚝油 豆瓣酱 老干妈 应应俱全 冰箱里 塞满了速冻的水饺 馄饨 汤圆和手抓饼 还有鸡蛋 腊肠 午餐肉 鱼罐头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零碎的东西 水火罐头 火锅底调 饼干 感冒药 窗壳贴 洗护用品 维生素 钙片 检查完整个屋子的物资之后 我都有点傻眼了 这么多东西 就算是疫情囤货 也不至于啊 难道家里以前是开小卖部的 不过 有了这些东西 至少呈三个月不成问题了吧 我的心稍稍平稳了些 直到后面我亲眼看到邻居也变成丧尸 由于丧尸是在白天爆发的 我住的这个小区 有很多租客是附近的上班族 都没有回来 我甚至以为这个单元只剩下我一个人 但在第三天早上 我从窝眼里看到 对面邻居家的门开了 两个年轻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背着包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是一对情侣 但我已经不记得他们是谁了 男朋友拿着一把菜刀 走在前面 女生握着水果刀 轻轻地掩上自己家的门 这是六楼顶层 我以为他们会直接下楼 没想到女生拍了男生后背示意了一下 又指了指我的屋子 说了几句话 我本来想劝他们不要出去 这下连动都不敢动了 那个男孩子眉头紧皱 摇了摇头 明显是责备的神态 示意他赶紧走 但女孩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放在了我门口 他们下楼之后 我赶紧跑到厨房的窗户往下看 只见他们俩小心谨慎地 半蹲着往停车位的方向挪动 可这时候 花坛的草丛里突然窜出来一只丧尸 速度快到我根本没办法提醒他们 就在我以为他们俩要遭殃的时候 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身影出现了 高光闪过 那只丧尸瞬间失手分离 我居然还记得 他就是给我送没器官的那个老头 那对情侣被这场面吓傻了 在老头的手势催促下 这才冷静下来 匆匆开车逃离 汽车开动的声音 也把小区里隐藏的丧尸全都吸引了过来 紧紧追在车尾 直到另一栋楼挡住了我的视线 就什么都看得到了 等我回过头来再看 那个老头也早就消失了 而那个女孩子留在我门口的 是一袋面包 接下来的两周 我基本都是这样度过的 除了完成纸条上当天的任务 剩下的时间都坐在窗户边 盯着小区里的情况 我的物资还是比较充足的 暂时不用担心 最危险的活动就是上厕所 我得爬到楼顶去解决 马桶已经没办法冲水了 洗漱也比较麻烦 为了节约晃泉水 我隔好几天才会洗一次 而且也只是用湿毛巾擦一擦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最大的困难 还是我自己的脑子 为了避免忘掉前面发生的事情 我自己也开始写起了笔记 记下重要的事情 每天睡醒都会重新读一遍 比如 现在是漠室了 外面都是丧尸 楼下那个收破烂的老头是好人 他救了很多人 这两周 每隔几天 那个老头都会送一些物资给我 有时候是水 有时候是男宝宝 他也不敲门 放了东西就走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更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在漠室里来去自炉 但笔记告诉我 他是好人 所以我鼓起勇气决定跟他聊一聊 谢谢他的照顾 我在门外贴了张纸条 告诉他 三天后的中午 请不要走 我想请他进来喝杯茶 11月27日 卧室的第二十天 我终于见到了这个神秘老头 我去厨房拿暖水壶 早上我特地烧了半壶开水 等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摆好了两个茶杯 里面放了茶叶 他可能是担心我害怕 没有把刀带上来 其实我根本不怕 今天我翻了笔记 我知道他叫老陆 是小区收破烂的 他用那把大刀杀了不少丧尸 还给我送了好些东西 陆师父 谢谢你 哎 你会变成怪物 你要好好待在家里 陆师父 你为啥给我送一器官啊 老陆反问我 不是你让我送的吗 啊 是吗 可我一点印象都没了 就像那个笔记本上的任务 我不记得是谁写的 而且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已经痴呆到 靠着这些纸条来生活了 胡老师 别怕 我一天转一天嘛 别看现在乱得很 总会好起来的 老陆给我打气 我就住在楼下的车棚里 缺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我给你找去 多麻烦了 现在什么都不缺 你怎么住车棚里 多危险啊 要不住我这儿 这种漠视 也不用再顾忌什么闲言碎语了 老陆咧嘴笑了笑 拒绝了我 他说 他在车棚里住惯了 不喜欢爬上爬下 我们俩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聊得非常多 就像老熟人一样 但是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 因为我已经记不太清以前的经历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来 陆师父是一个退役的老兵 他七十 年代参的军 还在部队的文工团待过 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风 后来文工团解散 他也离开了部队 中间开过一段时间出租车 然后就在这个小区收破烂了 其实他不差钱 收破烂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辆破三轮自行车停在小区拐角 路过的人 特别是喜欢网购的年轻人 熟了之后就经常把快递纸合扔在车上 而他自己 却在树底下跟别人下棋呢 老陆走了之后 他说的这些事情 我全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我生怕过几天忘记了 那他就要笑话我了 眨眼间 又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小区里陆陆续续有人耗尽家里的物资 迫不得以外出找尸的 大部分人都没有躲过丧尸的袭击 少部分人开车冲了出去 生死未卜 北方的天气越来越冷 上个月 白天的气温还有10摄氏度 现在已经零下了 今年 暖气只供应了两三天 紧接着也断掉了 为了节约燃气来做饭 我也舍不得烧水装满水袋 六楼邻居家已经没人了 而且门给锁 我不想麻烦老陆 于是壮着胆子进去拿了一重棉被 垫了好几层厚厚的被子 晚上睡觉总算暖和了许多 我不知道老陆是怎么过的 这么冷的天 他在灌风漏雨的车棚里怎么办 丧尸还没爆发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的阳台上种了菜 有韭菜 小葱 小白菜 还有一点香菜 长得绿油油的 但自从暖气断了之后 这些菜割完也不怎么长了 我担心气温再降下去 剩下的菜也都冻死了 我一狠心 把他们全都摘了下来 准备做一顿火锅 可能是求生本能在起作用 经过这近两个月的提心吊胆 我的记忆力似乎恢复了一点点 至少不用看笔记都记得老陆了 我决定把他也叫上来 一起吃着最后的新鲜蔬菜 作为这些天照顾的报答 即使今天的纸条上有一句特别的提醒 不要下楼 从六楼到一楼 可能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的腿脚还没到走不动路的时候 但这两个月一直憋在家里 没怎么运动过 乍一出来 感觉小腿都在打仗 为了不发出任何声音 我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挪 就像老陆说的 多活一天就是多赚一天 我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就算现在死了 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这样安慰自己 走到一楼单元门出口的时候 我才发现 铁门已经被拴上了 从钢筋外面把手伸进来倒也可以开门 但丧尸肯定没有这样的至上 这应该是老陆关的 难怪从来没有丧尸上我过 我按按使劲 一点点拉开门拴 过程有惊无险 但这个铁门实在是太老了 当我推门的时候 嘎吱一声 回应在寂静的小区里飘荡 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急忙蹲下躲在墙角 我大概蹲了三四分钟 见没有丧尸过来 这才抹了把汗 可就在这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胡老师 人越老越不惊吓 这一声差点没把我给送走 扭头一看 一楼一百零一 室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 一对中年夫妇 带着一个小女孩 他们也是全副武装 还带着摩托车头盔 胡老师 你也要走了吗 怎么空着手 那中年父女问我 啊 我不走 我下来找网路 他们明显都认识我 但我对他们俩却没有任何印象 多亏了陆师傅帮忙 这些天我们都看见了 要不是陆师傅 一个都跑不掉 中年夫妇非常感激 我们家的水已经喝完了 我们要到安全基地去 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 军队在城西五十多公里的山区 建立了安全基地 已经聚集了不少幸存者 这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安全基地的消息 让我产生了一点欣慰 但是这么远的距离 一路上实在是凶多吉少 你们缺水吗 不用走 我那儿还有 可以分给你们 中年夫妇投来感激的目光 不用了 胡老师 您的水再多 也不够我们四个人分啊 一个月呢 半年呢 反正都是死 不如拼一拼 我无言以对 我有一百天的纸条 但我又怎么能肯定 一百天后末世就可过去呢 于是 这个男人带头 女人牵着小孩走在中间 我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一起悄悄地走出了单元楼 他们要去承熄 而我只是去车棚找老路 经过这两个月时间 气温降低到零下 丧尸似乎也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踪迹全无 我们顺利地来到了车位处 可就在这时候 一变抖声 一只丧尸为了躲避阳光 居然钻进了车子里面 在中年人开车门的瞬间 咬住了他的脖子 而车底居然还有另一只丧尸 钻出了半个身子 咬住了女人的小腿 啊 几乎是刹那之间 女人没有管自己被咬的腿 而是看向我 用力把小女孩推向我这边 胡老师 跑啊 我也来不及做任何思考 拼尽全力 抱起小女孩就继续往车棚的方向跑 因为我看到了老路 在焦急地向我招手 一步 两步 三步 我没命地跑了几十步 终于冲进了那座车棚 摊在地上大口喘气 而老路则立即把门关上 同时紧紧捂住了小女孩的嘴 不让他再发出任何叫声 这个自行车车棚 或许较违章建筑更好一点 在老路的加固之下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堡垒 外面看着是三合板 实际上 里面全焊接了钢板 有一面墙外面 还码了一层装修用的水泥包 纱带 六七平米的空间 摆了一张小床 还堆满了各种物资 墙上除了那把大刀 还有各种锤子 扳手之类的工具 满脸泪痕的小女孩坐在床边 低声啜泣 无论我怎么安慰 她都接受不了父母 已经变成丧失的结果 老路告诉我 小姑娘叫小杰 今年六岁了 她父母当年都是我教过的学生 听到这 一股巨大的悲伤感袭卷而来 但更让我悲哀的是 我已经记不起 当年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和模样了 胡老师 你下楼干什么 老路问我 我把阳台上的菜都摘了 想叫你上去吃饭 你不要命跑下来 就因为这个 路师傅看上去有点生气 我心虚地点点头 又看了看小杰 或许 如果我今天胆怯没有下来 现在小杰也变成丧失了 老路叹了口气 没再说什么 在这个乱世 活着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们在车棚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 在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老路先一个人出去探明了路 然后双手握着大刀走在前面 带着我们安全地返回了家里 新闻低倒是也有了好处 昨天摘的菜还新鲜着 我开了几罐午餐肉 切了几根腊肠 找来麻辣味的火锅底料 又拿出三盒干拌饭 加了热水泡着 这是丧失爆发以来 我准备的最丰盛的一餐了 老路坐在餐桌前 笑眯眯地看着我忙来忙去 对这些物资 他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一样 小杰则相反 他坐在椅子上 瞪大眼睛 只有口水 哭了一夜之后 饥饿的本能让他暂时忘掉了被伤 在末世前 这样一顿饭平平无奇 但放到现在 就可以用奢华来形容 我们三个都吃得满头大汗 锅底的香味 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越来越浓 小杰又哭了 哭得比昨天还要伤心 老路安慰了他很久 我对老路说 要不你就住这里吧 老路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头 我在车棚处习惯了 这个老头的脾气非常倔 无论我怎么劝说 硬是坚持不留下来 太阳下山前就回去了 但他也给了我一个承诺 每隔夜两天 只要外面安全 他都会上来陪小杰聊聊天 丧尸爆发第80天 军队的直升机 把传单和少量救援物资 空投到了小区 小杰在窗台上捡到一张传单 上面画了地图 除了城西的安全基地 北边和南边又多了两个新基地 解放军正在逐步清扫城市外围的丧尸群 暂时还没有办法对室内的小区进行救援 希望市民能够再坚持下去 相信人民子弟兵 传单上还写了很多注意事项 包括丧尸的活性正在减弱 白天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也是危险系数相对最小的时候 同时不能发出太大的响声 这些内容 其实我的笔记本上都有记录 一方面 这些传单能验证笔记本上那些内容是正确的 可是另一方面 还剩20天 我的纸条就用完了 20天后 是死亡还是新生 奶奶 爷爷怎么又走了 小杰问我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笑 他不是爷爷 是陆师傅 楼下说破烂的 你见过他吗 小杰点头 他还说你坏话呢 说啥了 他说 奶奶老糊涂了 我哈哈一笑 没想到老陆那么严肃的人 背后居然还说人坏话 短短十来天 小杰已经从失去家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这残酷的末世 哪怕是懵懂无知的小孩 或者我这种手无腹肌之力的老人 都要被迫学会自救 丧失爆发第85天 农历蜡月29 除夕夜 我家的墙上挂着一本老黄历 就是那种过一天撕一夜的 每天都写着当天的一记事宜 幸亏有了这东西 否则连过年我们都不知道了 看到今天的黄历上写着疑 解除 沐浴 记 诸事不疑 不由苦笑离声 自从末世以来 哪天不是诸事不疑 哪里还有什么黄道吉日 不过 就算为了小杰 这除夕我们也得过 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自己动手包一顿饺子 家里的新鲜肉早就吃完了 老陆冒看风险又出去了一趟 不知道他从哪里搜集了一条腊肉 有了肉 剩下的就好办了 我们又拆了方便面和干拌饭的脱水蔬菜包 总算凑起了饺子馅 我拆开一袋面粉 我们三个一起和面 擀面皮 包饺子 好像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年夜饭一样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今年 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中国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知道 就在这一刻 还有很多人被困在家里 很多人失去了至亲 这是小杰从他书包里拿出来的收音机 我们一边吃辣肉饺子 一边听幸存者基地举办的春晚 播音员的声音哽咽之后 现场响起了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到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手工的耗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谁都没有想到 在这末世里 唱红歌竟成为了新的潮流 小杰听了很多次 对这些歌早已滚瓜烂数 老陆这个退役的老兵 更是老泪纵横 这一老一小 一遍又一遍的低声唱着歌唱 祖国保卫黄河我和我的祖国 零点 老陆拉开西边卧室的窗帘 我们发现 夜空中居然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几条街道之外 竟然有幸存者在顶楼放起了烟花 希望在空中绽放开来 丧事爆发第95天 小区里开进来一支 有五辆车组成的车队 我们本以为这是救援道了 小区里甚至有家人发出了欢呼声 可是 从车上下来的并不是穿着军装的解放军 他们服装各异 男男女女都有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枪 老陆握着大刀 看向窗户外边 脸色非常紧张 这些是什么人 我问 他们是来抢劫的 老陆猜得很准 这些人手里的枪装了消音器 打出来没什么声音 明显是有备而来 一点点的清理掉了在路边游荡的丧尸 紧接着几十个人一起出动 开始搜瓜离他们最近的那一栋楼 我跟老陆连续好几天都没有睡个好觉 轮流守着上半夜和下半夜 而那只车队的人 马上就要搜到我所在的这栋楼了 这几天 他们陆续搜刮了两三栋楼 从楼里搬出了很多珍贵的物资 都塞进了他们的小货车里 一直有人反抗 谁也不愿意把吃的白白浇出去 但普通人哪里对付得了这些拿枪的 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了他们枪口下 我甚至看见有一个男人被抢走东西之后 自己跑向了丧尸 反正都是死 他宁愿变成丧尸 也不想放过这些恶人 老陆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决定下楼阻止他们 一个人对上几十个人 这种决定无异于自杀 我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老陆的倔脾气哪里是我能左右的 他让我帮他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警告对方撤离 否则就是宣战 然后就提着大刀下楼了 我提心吊胆的等了一夜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小区里还是静悄悄的 直到第二天清晨 楼下的车队终于出现了微微的骚乱 其中两个人抬了一具尸体出来 他们围在一起讨论了一会儿 然后就迅速的散开 端着枪 朝着我这栋楼的方向靠拢了过来 突然 揪了一声枪响 车队里的一个人应声而道 但他没有死 爬回了一辆车后面 其他人都躲在了原地不敢前进 我也明白了 一定是老陆昨晚就行动了 偷了他们的枪 还杀了他们一个人 并且发出了警告 但他低估了对方的杀心 我从六楼窗户的视角 并没有找到老陆躲藏的位置 但是那帮人很快就锁定了车棚的方向 慢慢包围了过去 我心急如焚 再这样等下去 老陆就危险了 可是 我没有任何武器 别说枪了 连刀也只会用来切菜 我能怎么办 忽然之间 我想到了什么 小杰 把柜子里那个大喇叭拿过来 可小杰跑过来说 柜子里没有大喇叭 我急得心脏扑通扑通跳 亲自跑过去一看 大喇叭真的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想起来 丧失爆发之前 我为了参加核酸志愿者 特地买了这个大喇叭 结果居委会的人怕我出事 根本不让我报名 大喇叭也就放柜子里了 怎么会消失了呢 我的脑子疯狂转动 凭着本能 冲到了602的邻居家 从邻居家里找到了一个大喇叭 我跑上顶楼 看到他们已经包围了车棚 正准备大喊 可小杰却拦住了我 奶奶 今天的纸条上说 不要用喇叭 刹那间 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直以来 除了那次下楼 我都是按照纸条的指示做任务 也安全地活到了现在 可是今天 纸条竟然让我见死不救 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让小杰回家 然后就在楼顶打开喇叭 放声地唱起了我的祖国 落好声音 我用力地把喇叭甩了下去 挂在了树枝上 我不知道那些人 这个时候是怎样惊恐的表情 只听到暴斗一般的声音 喇叭很快就被子弹打碎了 可这时候已经暖了 我看到小区门口的丧尸 循着声音奔跑了过来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车棚里竟然还有个喇叭 也响起了同一首歌 而他们已经来不及 打破这个油钢板和水泥包搭建的堡垒了 我这才知道 是老陆拿走了我的喇叭 我躲回家里 不敢再从窗户往下看 紧紧地抱着小杰 听着小区里匿急的枪声 祈祷着老陆能活下来 丧尸爆发第一百天 元宵节 老陆毫发无伤地回来了 昨天 他躲在坚固的车棚里 亲眼目睹了外面的一场血战 几百只丧尸蜂拥而来 即使那些车队的人枪法再好 还是抵挡不住 在消灭了大部分丧尸之后 他们也全军覆没 只剩下几个人 他们当时并没有参与包围行动 趁着丧尸朝过去 狼狈地开车逃走了 我如是重负 这一关总算过了 我问他 老陆 你就不怕死吗 啊 老陆顿了顿 但我是军人 我得保护你们 我非常惭愧 既然老陆都能豁出命去 我也不再保留任何秘密了 于是就把我的笔记本拿了出来 如是告诉他 我的脑子不太好 只能靠着这些任务清单来记事 老陆似乎并不惊讶 小杰说他背后叫我老糊涂 看来他早就知道我有老年痴呆症了 他翻到第一百天的那一页 这也是最后一张纸条 上面没有一条任务 只写了三个字 活下去 我们坐下来认真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 首先是物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三个人 而剩余的水已经消耗殆尽 老陆几乎把周围能搜集到的 全都搬过来了 车队那辆小货车 倒是装满了他们抢来的物资 但已经被那几个人开走了 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然后就是这个关键的笔记本 他只记录到了一百天 说明接下来的时间 就需要我自己去做主了 老陆还有点担心跑掉的那几个人 万一他们找来了 自己的同伙报仇怎么办 一切都是未知数 经过一番商量 我们决定不再等死 出发前往安全基地 中午十二点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两老一小开始行动了 一件就军状 我和小杰都戴上了头盔 穿上厚厚的衣服 防止被丧尸咬到 同时还戴上了大喇叭 和三四天的物资 其实我还提出了第二个计划 那就是让老陆抛下我这个累赘 自己一个人带着小杰出发 但他想都没想就否决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我们出了单元楼之后 就格外谨慎 仔细检查小区里每一个草丛 每一辆车底 发现隐藏的丧尸 老陆都会用消音枪解决 老陆选择了那只车队 留下来的一辆吉普车 检查邮箱之后 他还是不放心 让我和小杰先上车 自己去小区门口检查一下 看外面是否有丧尸 要是汽车发动的声音 把丧尸群吸引过来 那就全完 看到老陆的背影 我忍不住笑了笑 他穿着满是褶皱的旧军装 手里拿着现代的消音手枪 肩上斜跨着大刀 腰上还挂着一个白色大瓦巴 这造型非常有特色了 我跟小杰全身贯注地盯着四周 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提醒他 可我万万没想到 意外还是发生了 老陆检查完回来的路上 像是崴了一脚 突然跪倒在了地上 然后迅速地爬到了路边一辆车后面 路面上留下长长的血迹 啪啪同时 我也听到了像爆竹一样的响声 当老陆向另一栋军民楼 开枪反击的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我们被人埋伏了 而且对方手里也有枪 最大的可能 还是那只车队里的人 更麻烦的是 对方没有用消音器 枪声直接把马路上的丧尸 也吸引了过来 这几秒钟时间 仿佛被无限拉长了 看到老陆危在旦夕 我却无能为力 老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 然后侧过头 冲我点头打了一个快走的手势 他似乎在笑 接着 我看到他丢掉了手枪 抽出大刀 挣扎着爬起来 一拳一拐地朝埋伏者那栋楼跑了过去 他右手握着大刀 左手拿着喇叭 冲锋号响起 背后是一只又一只的丧尸 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要用自己的命 帮我开出一条活下去的通道 丧尸爆发第101天 当我和小杰开车 到达城西安全基地的时候 在幸存者里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他们难以想象 一个72岁满头白发 患有二瓷海默症的老奶奶 居然活着从市里走了出来 还就出了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可是 只有我自己明白 我的命是老陆换来的 小杰从书包里 拿出另一个笔记本 他说 这是爷爷让他转交给我的 老糊涂 丧尸还没来的时候 虽然你不认识我了 但是你一直记得我名字啊 现在怎么连我名字都忘了呢 我出入淮州啊 你刚诊断出这个病的时候 儿子媳妇他们还不信 后来你越来越糊里糊涂 他们就都不管你了 剩下咱俩相依为命 这样也好 光你一个人就要我的老命了 再来几个 我也就不了 让他们自求多福吧 我已经不记得 到底死了多少次了 但你试了各种办法 可就是没法让你活下来 每一次死亡 我都会回到丧尸爆发的前一天 我也是过告诉大家 末世要来了 但没人相信我 就算我们俩躲在家里 冲到最后一瓶水 还是会死在一起 我不是不想陪你 但只要我在你身边 有了依赖 你的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最后连床都下不了了 你必须自己站起来 这个病才有救 没办法 我只能搬到楼下车棚去 只要我多杀掉一只丧尸 你活下去的机会就多一份 不管我怎么安排 每次你都会下楼找我 给我送吃的 我把家里的喇叭都拿走了 你还是找到了邻居家的喇叭 帮我跟小杰说声对不起 我救了他们很多次 但是他父母还是会死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选择救你 胡老师 不知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还能不能想起我是谁 要是想不起来的话 就把我当作说破烂的老陆吧 我先走了 不管是疫情还是丧尸 都没什么可怕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把小杰照顾好 我们下辈子再见 我一边看 一边泪流满面 原来老陆就是我的老伴 他陷入时间循环 无数次的救我 也无数次失败 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 一点点清晰起来 若是来临的前一天 那天下午 老陆疯狂往家里搬东西 一晚上都在写小纸条 我还笑话 他为什么写了这么久 我想起了他当年参军的时候 一个月津贴六块钱 省吃俭用 攒了两年 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带看我逛遍了大街小巷 后来老陆退役开出租 笑着对我说 两个轮子变成了四个轮子 能带一家人出去了 可等我得了这个病之后 老陆心爱的出租车也不开了 换成了收破烂的三轮车 他嘴上从来不说 但我知道 他是想守在我身边 小姐问我 奶奶 爷爷呢 我愣了一下 然后说 爷爷打丧尸去了 他是我们的解放军呀 后面是番外 我今年71岁 是小区楼下收破烂的退役老兵 大家都叫我老陆 丧尸爆发的那一天 我正在树底下象棋呢 没想到丧尸就从身后扑了过来 然后 我的时间就回到了前一天早上 当我从梦里惊醒的时候 一头白发的老伴睡得还很香 我经常叫他胡老师 偶尔也叫他老糊涂 反正叫什么都无所谓 他也听不太明白 因为他是一个二次海默症患者 通俗点说就是老年痴呆 丧尸咬在脖子上的疼痛 仍然让我心有余悸 但我怎么也无法相信 第二天真的会爆发丧尸 这更像是一场荒诞的梦 所以 我几乎什么也没做 还是像往常一样 照顾胡老师的饮食起居 11月8日 下午趁得老伴午睡的时间 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于是 同样的时间和地点 我又刮了一次 不过 这次我终于看清楚了 并不是一只 而是几十只 血淋淋的丧尸 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撞倒了电停车 见人就扑上去一通乱咬 被咬到的人 很快也会变成丧尸 短短几分钟 小区如同地狱般景象 我终于确信 这并不是一场梦 梦是真的来了 我自己这条命倒无所谓 但是 胡老师怎么办呢 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 更不可能活下来了 第二次惊醒 我赶紧用家里 那台就电脑 上网搜索 漠视丧尸 结果 搜出来的全都是各种小说 电影 根本没有任何新闻报道这件事 既然灾难还没有发生 我觉得 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 我试了各种办法 联系电视台的记者 给市民热线打电话 到疾控中心反应 甚至跑到网上去发帖 可是 这些办法一点用都没有 没有人相信我 甚至有人在我帖子下面打赏 催更久 死了好几次 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 我放弃了当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我决定救下自己这个小区 这样胡老师也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居委会的人听了我的建议 像看傻子一样 看我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我也没管他们 掏出了自己全部积蓄 订购了十几辆货车的物资 各种桶装矿泉水 带装大米面粉 食用油食盐 这一箱箱的物资 在楼下堆成了一座小山 第二天在丧尸爆发前 我谎称有重要的军队首长 要来我们小区 突击视察 把居委会的人也给唬住了 好几个人拿着大喇叭 把楼下唠嗑闯的人劝上了楼 并且让他们保持安静 小孩不要大吵大叫 紧接着丧尸潮 从马路上涌不过去 只有少量丧尸 对这个寂静无人的小区产生了兴趣 从关闭的铁门上翻了过来 那天除了稀里糊涂的胡老师 小区里这些亲眼目睹了灾难的幸存者 都终于相信末世来了 而且把我当成了有先知的救世主 可我万万没想到 就下整个小区的人很容易 如何组织起大家来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因为丧尸是下午爆发的 小区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 青壮年都上班去了 我们花了一晚上时间来沟通 才从这七栋楼的住户中 选出了代表每栋楼的楼长 楼长的任务非常重要 不仅仅是运送物资 还需要有敏捷的身手 更关键的是得有胆量 抱着生命危险为其他人服务 谁也不知道 小区里还有没有丧尸爬进来 最终有几个人先站了出来 还有几个年轻人 加上居委会的人 总算把队伍拉了起来 至于小区里 其他幸存者 我们不允许私自行动 否则只要有一个人被咬 结果就是全军覆没 还有末世期间的注意事项 物资的统一分配 现有物资的统计 这些事情 我们都通过楼长 连夜传达到了每栋楼的住户 那天晚上 我一身疲惫的回到家 没想到胡老师还没睡 他站在窗户边 疑惑的问我 你是谁 你怎么进我家的 我对此早就习惯了 抖了抖手里的钥匙串 我是陆怀州啊 怀州好像是我爱人 但我怎么不认识你 你有二次海默证 好多人都不认得了 胡老师听完 愣住了 站那里发起了呆 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得病了的 但就是想不起来过去的事 把所有人的样子都忘掉了 其中也包括我 为什么灯不亮了 我叹了口气 停电了 老糊涂 你看窗户外面 对面小区烧起来了 路上的车堵住了 外面全都 是丧失 卧室已经来了 胡老师转过头问我 那我们要死了吗 只要我活着 你就死不了 其实 这已经是我第六次进入循环了 由于太累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楼下那座小山一样的物资 竟然已经被搬运一空 我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看着散落一地的纸箱 有一个女楼长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还有一个年轻人是急性子 当场就对着几栋龙骂娘 吓得其他人 赶紧捂住了她的嘴 我高估了邻居之间的感情 同时也低估了人性的自私 昨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 违背了我们制定的规则 把这些物资全都搬到自己家里去了 老陆怎么办 楼长们全都无助地看向我 从头再来 我打开了小区的铁门 一个人走向了桑桑师 开始第七次循环 这一次我不再相信其他人 组织好楼长队伍之后 我们晚上摸黑 把这些物资全都搬运 进了我住的那个单元楼里 我们趁着小区外 响起的各种杂音 同时破门而入 把这里当作 要我们的物资储备基地 安排楼长来值班首页 而且我还制定了新的规则 如果想要获得这些物资 必须要贡献出多余的东西来 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希望不抛弃任何一个人 一起坚持下去 可我终究是太过于理想化了 我期望邻居都能像我当年的战友一样团结互助 但现实是 总有人优先考虑自己 陆续有楼长过来汇报 一号楼201的屋子被人破门塑化了 4号楼因为争抢物资产生了兜欧事件 5号楼昨晚有一户人家偷偷开车冲出去了 铁门坏了 整个小区都不安全了 我前前后后循环了几十次 大部分情况都是只坚持了两周 最后功亏一篑 于是我决定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就胡老师一个人 11月7日 我来到一家房车公司 租下一辆豪华的房车 然后采购了各种物资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循环 对于末世下的物资选择 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我把房车塞了个满满当当 我的目的地是一个野生的水库 这个水库是我前些年 跟别人一起钓鱼的时候发现的 离市区一百多公里 周围基本荒芜人烟 最安全不过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正式出发 开了三个多小时 才抵达目的地 这个野生水库 比我前几年过来的时候还要荒凉 但风景非常漂亮 我支起了帐篷 翻出铁锹 带着胡老师一起挖蚯蚓 然后手把手教他钓鱼 看着胡老师开心的样子 也笑了 去他妈的末日 世界毁灭 跟我也没关系了 我只要他一个人活着 然而快乐只持续了几周 由于胡老师在老房子里住习惯了 换了个新环境 反而开始不适应起来 连吃饭也不积极了 他坐在帐篷里 抱着膝盖看着水面发呆 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怕他寂寞 不停地陪他聊天 可是不管我说的再多 他始终是茫然的表情 好像我在说和他无关的事情 一个月 两个月 我眼睁睁地看着胡老师的病情 一步步加重 从开始的说胡话 到一天都不开口说一句 然后卧床不起 大小便失禁 吃药都毫无用处 我从来都没这么绝望过 老伴死在我面前 却无能为力 恍惚之间 我又开始了下一次循环 原来他才是我内心的执念 只有老伴活下来 我才能摆脱这个无穷的时间循环 接下来的循环里 我陆续尝试了许多种办法 可无论我怎么做 胡老师的病情都会恶化 我的精神极为沮丧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终于在某一次循环里 我失去了所有希望 对胡老师说老糊涂 就这一次 我想静一静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我再次去租下了房车 但这次出发的只有我一个人 启程之前 我也在家里囤了很多物资 由于还是放心不下 胡老师一个人生活 我在他经常使用的那个笔记本上 写下了满满的叮嘱 告诉他不要打开门窗 每天的吃喝定量攻击 按时吃药 这是我几年前就让他养成的习惯 我本以为很快就能进入下一次循环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迟迟没有来 这让我极为意外 怎么可能呢 在我的照顾之下 胡老师的病情都会恶化 他一个人居然能活到现在 我每天都盯着日历算日期 到了丧失爆发第99天 那天下午 我在听收音机 解放军在城西城北和城南 都建立了幸存者安全基地 我突然间从自己的床上惊醒 时间又回到11月7日 我知道胡老师还是死了 我给胡老师囤的物资 他一个人吃三个月绝对不成问题 所以那天必然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这次我不再走远 而是选择了楼下的自行车棚作为基地 有任何人或者丧失 从这里经过我都能看得见 11月8日 我躲在车棚里 看到了人间闹事 小区楼下的人一个都没跑掉 全都变成了丧失 第二天下午 我用大刀不动声色地砍死了几只丧失 然后扛着一个小煤气罐 悄悄爬上6楼 我想亲眼看看他是怎么生活的 于是就在给胡老师 准备的末世生存小纸条里 增加了这样一条 11月9日下午一点 楼下收破烂的老路会送煤气逛过来 我轻轻敲响了601自己家的门 可我左等右等 胡老师始终没有开门 我很怀疑胡老师此刻就藏在门后 说不定正在猫眼里看我呢 那他肯定是不认得我了 所以不敢开门 我没继续敲门而是转身下楼 其实我心里非常高兴 胡老师居然有警惕性了 后面的两周我继续在小区里搜集物资 隔几天就会放在601的门口 直到11月24日 我看到了胡老师贴在门上的纸条 他居然告诉我三天后的中午 留下来喝杯茶 看到这张纸条我简直想大吼一声 虽然胡老师还是没有认出我来 但是他至少学会自己去生活了 实在难以想象 胡老师脱离了我的照顾之后 在求生意志的促使下 竟然奇迹般遏制住了病情 这次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我按约来到自己家里 相隔20天终于见到了他 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明显好了一点 即使记忆力没有恢复 生活自理是完全没问题了 他问我为什么给他送没气罐 我只能撒了个谎 说是他自己让我送的 胡老师竟然还担心我的安危 希望我住在这里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里感觉暖洋洋的 但是我不敢答应 我们俩像老朋友一样 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聊天 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 这期间 小区里有很多人把家里的东西吃光了 不得不出来找吃的 要不然就是想开车冲出去 第50天 当我看到胡老师跟着老袁一家三口 走出单元楼的时候 我吓出一身冷汗 老袁和他老婆张婶 还有个六岁的女儿小杰 他们能坚持这么久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只看到老人在开自家车门的时候 车里一只丧尸搜给一下咬住了他 张婶好像也被另一只丧尸缠住了 刹那之间 他把小杰推向了胡老师 大喊胡老师快跑 我迅速打开车棚的钢板门 向他招手 胡老师则拼命地抱着小杰冲了进来 胡老师告诉我 他在阳台上种了一些青菜 这是冬天最后一茬了 这次下楼就是想叫我上去 一起吃一顿火锅 听完他的话 我真是又气又感动 其实我后面把标下楼 夹到了小纸条里 他还是从来没按我的要求做过 第二天 我们回到六楼 吃了一顿末世里非常奢侈的火锅 看着胡老师忙碌做饭的样子 多年前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这一刻 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 我们三个人又坚持到末世第85天 那天晚上 我们一起包了一顿腊肉饺子 这是我循环这么多次以来 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声音机里播放着 幸存者基地举办的春晚 我跟小杰一起跟着唱起了我的祖国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场景了 但每次都会气不成声 丧事爆发第95天 小区里开进来一支 有五辆车组成的车队 起初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直到他们开始抢劫每栋楼的物资 我才明白 最危险的时刻要来了 上次他的死 极有可能就是这帮人干的 他们连续搜刮了两三栋楼 下一个就要轮到我们 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让他帮我 写着警告他们的纸条 然后就提着大刀下楼了 我没有贸然出手 而是选择深更半夜的时候 悄悄地摸了过去 从背后一包砍死了首页的那人 拿走了他 装了消声器的手枪 把警告的纸条贴在了他们的吉普车上 可这帮歹徒居然无视我的警告 即使我又开枪打伤了一个人 他们还是一个个持枪 把我包围在了车棚里 就在我以为又要进入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上面忽然传来喇叭声 听那声音 居然是胡老师拿着大喇叭 不知道在楼道还是在楼顶 唱起了我的祖国 闻声而来的丧尸群 不仅淹没了车队的人 还顺着防盗窗爬了上去 歌声被打断 我再次陷入循环 我实在没有预料到他 为了救我 竟然不顾自己的安慰 在下一次循环中 我提前拿走了柜子里的喇叭 并且在小纸条上强调 不要用喇叭 我的计划是把车队的人 吸引到车棚周围之后 打开大喇叭 把丧尸吸引过来 利用他们来解决掉这些抢劫犯 然而我的计划居然又失散了 胡老师这次 不知道从哪里又找出了喇叭 再次传来我的祖国的歌声 好在胡老师这次变聪明了 似乎是把喇叭给甩了下来 我也同时打开了自己的喇叭 丧尸群涌了过来 车队的人几乎全军覆没 有几个藏起来的人 开车落荒而逃 危机终于度过了 第一百天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在小纸条上 只写了三个字 活下去 我们决定前往安全基地 我让胡老师带着小杰 先上车队留下的那辆吉普车等着 自己穿着从柜子里翻出来的就军装 先去探路 看到外面成群游荡的丧尸 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 在我返回的路上 突然一颗子弹从侧面咬住了我的小腿 让我跪倒在地上 我立即忍痛爬起来 躲到一辆车后面 我怀疑对方是故意不杀我 他不仅没有打我的致命部位 也没有用效应枪 马上就引来了小区外的丧尸群 他是想报复我 很有可能就是车队里留下的人 我开了几枪 但他躲在居民楼的窗户里 根本打不到他 看到丧尸聚集了过来 仙君一发之际 我也来不及多想了 示意胡老师开车快走 然后打开喇叭 握着大刀朝对面小区跑了过去 我想把小区外面的丧尸群 全都吸引过来 给胡老师的车开出一条通道 今天出发的时候 胡老师问我 老陆你就不怕死吗 我说怕呀 但是我是军人 我得保护他们 其实就算我不是军人 我也会保护他 在出发之前 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所以我交给小杰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下了 我在循环中经历过的所有事情 我也不知道 当胡老师看到这些的时候 能不能想起老陆是谁 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循环 胡老师 下辈子再见了 全文完